歡迎回到第二隻的《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這個 《風平浪靜》的名字 在主角群四個失蹤的期間 這五年的確是很風平浪靜的 只有三個而已 但我反而覺得這個是風平浪靜過頭 好像沒有存在的歌 其實我看第二部 第二部一入眼簾的就是OP OP我覺得是做得很精彩的地方 就是整個畫面都沒有了愛花 這個我覺得是吸引到我 搞什麼鬼啊 我看第二部 整個故事裡面 你如果沒有了愛花的話 整件事是很容易解決的 因為整件事是 光死心 然後哭到死 愛花是一個混亂的根源 你要明白在這套劇裡面 不是說抵毀她 愛花是一個混亂的根源 不如我們推敲一下 我假設這個故事裡面 愛花不再在這了 那結果會怎樣 首先阿光有什麼變化 阿光就是跟美海一起了 阿光有什麼變化 真是跟美海 阿光可能去做和尚 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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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私製 阿光不行 阿光阿光封住了 我怎麼做私製呢 做不到 上去上面打工算 他也是 你說沒有了愛花的case 其實 你沒有了愛花 就算千笑選誰都好 對他來說 我好朋友不在了 至少給他一個欺騙自己的理由 我幫你照顧你兒子 都可以的 至少給你一個理由說服自己 我是可以向前走一步 他那個情況不就變了阿卡尼那種情況 而且阿光 大家記得第一季的時候 阿光其實不知道阿… 阿…阿…阿登… 阿誰的 阿彩 阿彩 阿吉祥說他喜歡他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他以為愛花喜歡阿芳 他不知道愛花也喜歡他 所以如果第二季愛花不回來 他跟未開可以在一起 若然千兆五年之後 他跟阿光在一起 阿耀會自動死心 阿耀是不會走前一步 只要看著他們兩個結婚 心狼不是我 很理性的看著他 很殘忍 我們欠一條吉田燈柱 你有沒有考慮五年的年齡差距 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 真的很遠 一個正在讀書 五年其實不是很大問題 五年真的不是很大問題 其實 五年的差距 他們經常是十四歲 他只是十九歲 到二十多歲 大家都分不出面子 究竟哪個大面子 只不過是拍拖那一刻異上 拍拖過多幾年後 就不異上了 這是光源時計劃 光源時計劃的部分 當然沒有 其實故事就說 在五年裏面 其實千兆就去了阿房家住 是阿房家收樓 本來就說登雷家收樓去 然後阿爺就很帥 不敢走出來 我看死你沒錢養他 你住我家 都不知是為了 心抱育成計劃 他是阿爺的智子 然後就是 阿美海和 沙遊 兩個就升了 十四歲 他們到他們十四歲 連接到他們十四歲 總之大了 在某一天 混亂的根源 其中一名的使徒 終於騷醒了 那些使徒 我覺得阿爺好像是處睡的感覺 其實應該說一說 因為第一部尾的時候 光愛花和阿爺就沉睡了 他的時間就停止了 其實 他們是捲了進去 其實那一刻 你應該叫做生死未明 因為他們不是正式進入冬眠狀態 他們是被海捲了進去 好像掉進雪櫃裡 我想起都覺得恐怖 掉進雪櫃裡 這幾年 這幾年 他們抱的態度 就是希望有一天 看回阿光 阿耀和阿愛花 但在心裡 他們也不是很想 他們突然之間出現 其實 某一是 其實 作為混亂根源的使徒 其實 你說回名字 他們有名字 第一使徒開箭 第二使徒 阿光 阿耀不是使徒 阿耀 變態 阿耀是陪葬 阿耀 阿耀 現在千少女看到 千少女等她回來 他們是不敢見她 因為怕她亂 而在第二季 開始 其實阿千少女在自己個人否報 他也說了 他希望見回他們 但同時他也不希望 因為 他見回他們 他要同時去面對 又要再次去面對 這一段感情關落 對光的感情 還有對愛化 如果一個可以醒 第二個使徒都會醒 第二個使徒都會醒 第三個使徒都會醒 那這件關係 那就是世界有滅亡 這個使徒醒都還不滅亡 第一次衝擊 而很明顯 故事也說過 愛化的蘇醒 是會令到這個世界的滅亡 不過是幾十年之後的事 故事裡面 其實你說 開始的核心 今次就轉了 其實比較多描寫了 去千少女 對 側寫 在千少女的角度去看 因為始終千少女是五年前 他唯一剩下的開底人 不算了 不算了 登你 登你已經上了 已經畢業了 不算了 爺爺爺也是開底人 那個已經畢業了 但唯一未畢業 又在陸地上生活的 就是千少女 對他來說 就是 他要重新去面對 在阿光清醒了 其實他是怕再面對這一段的感情 而難以面對的原因 他是多了一個 因為他喜歡了阿房 這五年裡面 這五年的變化裡面 他異成別戀 喜歡了阿房 就是我剛才說的 若然你那個不存在 是 心裏面 你怎樣都會安慰自己 那個艷仔安慰自己 可以王小華 或者那個艷仔會安慰自己 可以王小華 沒有事的 他永遠都不知道幾次蘇醒 還有一件事 加重了這種感覺 就是說 其實千少女是第一個 說 他們四個的感情 是不想有任何變化的 永遠為例 最無奈 最無奈 這五年裡面 第一個變化的就是他 就是他 他覺得自己好像背叛了這三位好朋友 好像背叛了承諾 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第二套 一直有個期待 我想看千少女這五年裡面 那個崩潰的畫面 其實 不是 我是想他做回 我是想他做回 當你四個人 只是一個人回到你的時候 你其他三個生死未報的時候 其實應該有些感情變化 或者喜樂 但是 我看第二部的 開始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過了五年的關係 他好像很平靜 即使 那三個真的回來 我見不到他有任何的感情起伏 他對阿光 那個開頭就是他不敢面對阿光 即是他回避 到阿耀回來的時候 其實 因為被他帶了去阿火家 其實他要直接面對他 因為其實五年前 他唯一 最對不起那個人 其實是阿耀 他不是對不起阿光 或者對不起愛花 那這兩個 他們自己跳下海的 那不關我的事 就是 你 他死也難道你作者死 我只是成就一段壯烈的愛情 我沒有 他都不知道 但是五年前 他看著阿耀被捲了他 五年前 五年前 是因為他要救阿房 而阿耀 牽連了阿耀 阿耀下去 為了救他 這條這樣的食物鏈關係之後 然後 阿耀才上了船 然後到千兆上了船 然後到阿耀 他上不到船 哈哈哈哈 即是 在一個因果關係上 即是 怎樣都好 他會覺得他是欠了阿耀 某程度上 而阿光醒了這個案子 其實 他 擔心這件事 為何會在那個描述中 就是 這個可以醒 下一個都會醒 所以 我純粹覺得 事情已經變化成這樣 五年後 阿光醒 阿耀醒 他沒有一個 即是 動畫沒有做到一個感情的副作 譬如說 很簡單的一個畫面 他見到阿耀 甚麼都不用說 只是流了的眼淚 已經夠這些感情 但是我 見不到這件事 可能我想多了 或者是 在阿千兆的角度裏 其實 他 要 即是他 在愛花未回來之前 即是 只有阿光和他 和阿黃之間 其實 他其實 他是想釐清 就是 我究竟真的喜歡哪個角 他是不是還是維持五年前的 他 還是對阿光 有感情在 阿光不愧是混亂的根源 本來 是不是第一使徒 第二使徒 第二使徒 你說第二使徒 一開始一直在強調 阿火也說 其實改變了 但是 說真的 那句 在現實來說 有誰經歷時間的洗練之後 不改變 而第二使徒告訴你 阿光是跟阿千兆說一句 你這五年你都沒有變過 然後 就是這樣 阿千兆就 他就 令到千兆說 我沒有變過 其實我是不是更喜歡阿光 還不喜歡在面前的你 阿黃其實是不是一個水泡呢 只不過阿光不在 所以他要找一個水泡去抱住 他是有這個 這個concept在裡面 變相是有 其實他可以由護士 改造讀精神看護 他精神看護自己 不行 我覺得他的精神高到不幸 面對著一個五年前失蹤的突然出現力 這裏可以照顧 我感覺不到他有什麼感情起伏 變化 這件事 很平靜 這樣 好像感覺上 你回來了 不是 他有的 其實他知道阿光 回來的時候 他在護士考試之前 他是在車站上哭過 他是不知道怎樣 面對阿光 這個五年後回來的正態 為什麼要這樣 這麼強調 這個正大班 沒有的 我想這一段 其實是因為 當他們回到海底世界的時候 千少爺是被龍捲捲 阿光是抱著他的 然後 阿千少爺在那一刻 好像下面的決心 就說 我似乎對阿光是真的還有感覺 他還是給我一個安全感 但問題那個會不會是一個錯覺 好像強迫自己 好像有一點點感覺 那種會不是這樣的感覺 或者 另一個角度 就是他不想去面對阿光 這段感情 或者 我五年前喜歡他的 我又覺得現在的感覺OK 對他來說 五年的差距不算是什麼 而且愛花不在 第一次同未回來 但是遲早會回來的 他是可以壓自己 你明白 遲早要還 出來呢 問題一天都不存在 他出來才算 這東西 這麼正苦 你突然 很正常 人是這樣 其實很難說 他怎麼會猜到 阿光五年後回來 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後才回來 那不是問題 當然你說 可以做契仔的人 契女 另外一方面要說的就是 加入了這個 戰團的小學生 兩位獎大 兩位獎大 小朋友一起打架 完成這個中學生 美凱就 在五年前就已經喜歡阿光 這段關係其實就 不能結婚的 但很奇怪 五年前已經開始 那種是不是一種感情 還是純粹喜歡這麼大 又是Puppy Love 沒有 你一見鍾情這些 是沒得說的 其實我覺得 不要緊 後面有個更小的 你這樣說也對 對 其實 人家寫了情信 立即吃檸檬 你說 整套東西裡面 最勇敢的是什麼 就是最小的阿光 多可憐 好可憐 誰 至少她不需要 痛苦那麼多集 她哭一集 問題就選了她 沒有一集 是一個場景 一集 一集 一集是她的 她喊一集 事情便有定力了 便不用做廿六集 如果他們在第一集內 互相交換情信 那其實事情便分配了 那就不用做了 這一季應該就完 這套東西 一集結束了 然後另外就是 沙油也是對阿耀一件衷情 因為阿耀不在那裡就說 預早孤獨中奧 他是買定自己是一定不會認識到男生的 幾乎是買定自己的 然後到阿耀回來的時候 就再撻著他這段戀情 其實有少少大到少少 阿耀未回來的時候 見到美海和阿光的感情 就想起自己 如果阿耀回來會怎樣 這裏有少少大到的 這一節裏面最好看的感情 應該說最爆點那一點其實就是 最後在二十集鬆一點的時候 其實其實阿房大那個阿房 是喜歡阿千兆的 他講到這一句 然後你就要代入第一季故事裏面 二十三好像是 我記得很後 但是你回到之前的故事 其實你配合回 其實阿房是跟千兆講話 其實都會跟愛花講話 你這樣算是對八叔 不是 就是關心他 如果說對八叔 跟那兩個男哥應該多一點點 對八叔 我指個問題在於 就是他關心他的程度 其實是 還有其實 如果你回到那個時間點 再次回到 就是阿房他一組 他一開始那個時候 由千兆很幫阿光 那一開始 他已經是留意阿千兆 其實他應該是喜歡了他 而阿黃那個時候的覺醒就是 他其實跟阿耀站在同一個位置 不過他不再聲他就說 他希望就是 等阿千兆自己做決定 而他也沒有把他自己的感情公開出來 因為他知道 一共有這件感情又很亂 時間點就是 如果這樣一次回到 其實你會看到 也不是不合理 其實整件事 因為其實 對比起來就是 他跟愛花的對白的一些內容 和和千兆的內容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 對答 他對千兆的關心 是 他對愛花就好像 感覺上是 當是妹妹一樣 是 是 寵物 是有點不同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在這一段 在這一段 其實我是最tricky 在這段 其實我覺得 真的看不出來 為什麼我看第二套 我覺得是好看 是 他把各人的感情線 重新洗牌 因為他有每人五年的影響 是把各人的角色 重新洗牌 我覺得這段關係是有趣的 而你這件事 就是因為阿光的回來 即是本身阿黃和千兆 即是他們其實 互相 你見到就是 尤其是他用很多的 在家裡 家喉世務的情節 去表現 這兩個人已經是 合作無間了 已經是老夫老妻 即是你見到就是一個 夫妻叫法 老公問老婆 我條底褲在哪裡 那種程度來的 已經是 夫妻叫法 而你見到就是 未到阿黃正式說 他喜歡千兆的時候 他是不停在暗示這件事 那些五年的關係 其實改變了 好的地方是 他真的沒有直接用言語去說 他真的用一些 生活上的細節 告訴他 其實他們的關係真的改變了 你也知道阿黃是對千兆是很關心的 這件事我也不知道 先不要論是五年前開始還是什麼 但至少是在這五年之內建立出來的 肯定是會有 所以我覺得 那沒有的 他只剩下兩個人 沒有其他三個線 沒有其他三個線 好了 他們住在一起 可能是兄妹感情也可以 不一定是愛情 你剛才也說 他對愛花好像妹妹一樣 是可以的 但是 我在那裡 至少我看得出 他阿黃是對千兆是那種 是戀人那種的感情 是 我是整套裡面 我覺得他這一節是寫得不錯的 認真是 因為其實 你說對比起其他角色的 其實沒有變過 所有人都是停留在五年前 除了阿千兆而已 其實 因為如果你以回立論 就是阿黃 其實一字是 正常阿 那千兆是經過了五年的變化 那你阿光愛花和阿耀都是 好像搭時光機過來的 他剛剛寫了 只是搭時光機過來的 就是 那些人物變化 人物變化的關係 最大的影響 就是他這三個 千兆其實沒有影響 他那五年都有經歷過 所以我經常都期待 他四個人 只有一個人回來 經歷了那五年 我很期待他那個 崩潰 這樣 但誰知道 為什麼你就是一個崩潰呢 那種感情釋放 那種感情釋放 那四個人是一個很深有疑的四人團體 結果 只有他一個 經歷了那五年 其他三個是沒有經歷過那五年的 那 看著他三個 即他們那三個回來 他們的歲數又差不多了 即五年後 他們 唯一變化了的就是他 他自己好像被人 變成被人孤立了出來 其實有的 其實有的 有一節就是當他們去找鄰臣的時候 他們上到天台的時候 千兆其實是借故自己走的 因為他借房子的爺爺過橋 他就說要他照顧他 其實他是不想同時面對他們 再面對他們三個 即他是有做這件事 但我不知道你所說的崩潰是哪種崩潰 他都明白 始終阿千兆他是這麼多 他根次於要之外 他最成熟的人 他根源了五年的生活 現在都叫半個大人之下 你要他很難可以實際的學校 我不要你大更浪 我不需要 他不會這樣做出來的 他什麼內念 他那種是 他是不想經常去接觸他們 其實是見到的 當然我也是那句 我不知道有人想看的崩潰是哪種崩潰 但是至少是 可能是哭到死了死了 你們回來了 但是我們那個年紀已經差了五年 已經是有個隔膜在那裡 那種感覺 你說如果五年前留下那個懸要 那我覺得他冷靜 我覺得不奇怪 他一向都是成熟的代表 但是阿千兆是一個女生 感覺上是 感情釋放會有 但是動畫好像看不到 不過這個可能是 我的個人觀點問題 接著其實這裡的物落 其實最主要會說的是 海神的故事的後續 其實海神的故事是什麼 因為那些人 又不知道幾多年前的事 就是 將一個地上人的女生 就拿去製造海灘 其實是每年的海神製造 其實就是 這個概念其實是有問題的 在裡面 如果每年都有人製造 那海神其實是缺女的 對 對 對 下面整個骨 很多 那些是木 不要玩 不是的 每個用一年 那下年又要整個 因為 應該這樣說 我不知道 他也沒有很詳細說 這個祭典 什麼時候開始 而一開始很肯定 他是用山人去製海神 人署 不是用木頭人去製海神 那我不清楚究竟 那位陸上的女性 是第一位女性 和最後一位女性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總之就是 故事裡面就是 曾經有 就是祭海神 祭海神 就是陸地和海的人 一起搞一件事 叫船債 船債那裡 就好有一架船 推了一個叫 祭海女神的女生出來 那女生就是陸上的女生 獻給海神 來平息海神的憤怒 但是那個點是什麼呢 就是陸上的女生 本身是有一條兒子 喜歡的 在陸地等他 於是他變成 祭海女神 跌了下去 就是被人扔了下去 做人署之後 沒錯 他是跟海神結結婚的 但是呢 他依然是掛著陸地那條兒子 於是就很不開心了 於是後來呢 海神就算了 送你回家 麻不煩 但問題是什麼呢 當然是沒有理由 輕輕的來又輕輕的走 大佬 哪有這麼便宜的事 對 原本就不帶走一片雲彩 絕對不會 於是拿走了某些東西 去到很後期才說拿走了什麼 那拿走了就是 可以喜歡別人的心 本身海神拿走了這個 喜歡人的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知道什麼呢 就是他知道這位妻子 他喜歡的那位陸上的男生 已經是 他在濟海之後就已經死了 跳海死了 如果他回去的話 他就要面對 孤獨 孤獨一世 他要面對 就是他死去最愛的人 其實不想他面對這個經歷 將他喜歡人的心 就包括了 曾經喜歡過 其實你說海神的concept 其實捉女的concept 是 那女 根本上是喜歡了兩條兒子 那女 不是喜歡不喜歡 那女是被人扔下去 最後他也說了 其實海神的妻子 其實是喜歡海神的 只不過是說 一個先後問題 他先遇到陸上的男生 再遇到海神 再和他三人一鬥仔 這個過程中 他已經喜歡了海神 其實他是 他叫做什麼呢 結果 結了婚都對於戀人 這個是不是 戀人型那些就是 不是嫁給你 如果當年不是嫁給你的話 我和那條兒子一起走了 我就不用像現在這樣 就是那種case 可能 你必須要怨輔了 不要問我 如果不是這個concept 海神是不可能 你這個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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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個畫面 是他老婆 經常看著地上 在海裡 對他來說 海神就覺得 他好像是禁固了一條女兒 幫他生孩子 搶了他老婆 其實是禁固了 不是好像是事實就是 最後就是 海神送了他 之後應該是沒多久 之後有瓜柴 傷屍被掛了 海神會掛柴的嗎 我也是這樣想的 問題也是想 因為套劇這樣說 海神不是不滅的嗎 可能海神想要自滅不行的嗎 你明白 海神把他的身體自滅 然後分散了之後 其他的快樂 要變成現在這個村子的守護神 不是 他叫做什麼 他將自己枝解了 成為和大海融合 自己枝解了 自了ATR 不是 有的 真的要有人這樣 死了之後 他身體那部分 就和大海融為一體 包括他的意志 其實 鄰神只不過是他的 精神代表 其中一種情感 或者其中一種特徵 或者深刻深刻的東西 形象化出來的一個使者 那個故事 最後他也是跟你說 海神也是很親切的 錯 他這個故事 核心罪是什麼呢 任何東西 兜口兜面 15、16 跟我說清楚 不是的話 就會發生很多悲劇 對的 這件事 以這個悲劇 由海神開始 海神因為不問 他也沒有勇氣 去問 當面問 你到底喜歡我們 還是喜歡之前的兒子 沒用的 他答什麼答案都是死的 你也明白 送條件下來 是上面的決定 你想想他老婆回答 我其實是喜歡你的海神 你信不信 這個問題 是等同於千古的問題 就是 你剛剛和我跌了下海 你救誰 一樣是 你無法回答 這個我一定回答 我告訴你 海神和地上的男生 跌了下海 你救誰 我就是同級 不是說 你會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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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這個問題 我只是同級的問題 你自己提出這個問題 我說是同級的問題 不是同級的問題 你不要再玩笑 夠了 你真的 你做了這個概念才可以 重點就是 是陸地上還是他們送這條路 他不敢 不是海神話事 但海神怎麼會送這條路 剛才送這條路 這條路有加塞的 有前度情人的 還可以 送我八兩金下去 先送我肥婆下去 就算了 露明雪 這樣 不是送我肥婆下去 我想世界就毀滅了 人家送條路 海神要這條路 不是說他想要 沒有問題 現在是 海神也不夠 當然他心靈很脆 他不敢知道真相 我肯定 故事裡面 應該是沒有直接 海神沒有直接 周面問過我剛才那個問題 他就是說差 他也是說 他是差差 怎麼都說到海神這麼電車欄 他鎖在海上 你要這樣計算也可以 大海事我家 那我常常在海裡 給他家 大哥 海神信奉海鮮是世界的氣點 難道你叫他上陸地住 不會 他當然鎖在海裡 不是 而那個 剛才 一起去沉迷過病 就是 而那個問題就是 他不敢 亦都是跟這套 東西裡面的好 就是 他不敢去問 這個問題 不敢去問究竟 他是不是 喜歡 或者他是不是想 就是他沒有問過對方 其實一直 你見到其他人也是 你是沒有確認過 對方的身邊 就說 我想處合你 我又想處合你 我又想處合他 每個人的 做法都是一樣的 其實 只不過是 一個不幸的連鎖 的反應 每個人都做同一個行為 不是 其實很多不幸的東西 都是機緣巧合造成的 原本不會這樣的 因為一個是一個 Happy Ending的故事 基本上是一個 就是 要是被人 重重的受傷之後 最後 最後都撿回一件 不是 狠狠地 被人說完一大輪日去 很少被人說 我爸都沒說過 終於知道 這個世界是沒有人 好像看得上 沒有人再需要我了 沒有人看得上眼 對 沒有人需要他 沒有人看得上眼 基本上 其實那輛電車 如果真的走慢一點 可能他真的會衝過去 然後就是這樣 他只是看著車子走 他上不了車 對 真的上不了車 很有代入感 夠了 那最後 阿沙油 跟他告白 你不是沒有人 要的 你有安慰獎的 還有我 還有一包紙巾的 一直都是阿耀都留意不到他 這是雙重的意思 還有一包紙巾 對 這套東西裡面 所有人都不會留意他身後的任何東西 基本上 正常 人家是誤工的 你認得到我的頭 不 只是看前 人家是誤工的 人家是誤工的 就是這樣 人家是向前看的 是很正確的 但有時候也不可以看一看後面 小心有車 哈哈 哈哈 都沒有說是馬上接受到阿沙油這個 的感情 大佬說他剛剛才被人重創 對嗎 如果他剛剛被人重創 他馬上說什麼 是全世界說他人渣 阿誠哥 他很理性的 你要知道 他知道什麼叫 出手的時機 可以這樣說 我是一開始想到 阿耀是一個 這套東西裡面 應該是最不幸的那個角色 你說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我剛才 第一節我也有說過 是 是 無法解決的問題 就是因為 單數 其實第二部都是單數 都是單數 多了 多了一條女 但究竟 現在 能否解決到這個問題 本來是 三男兩女 現在變成三男四女 對 但其實都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 愛情故事裡面 基本上都是奉行 一夫一妻制 其實是 一男一女 其實是 我看到忠戰的時候 我是說 第一試圖應該是要死的 我有個感覺他會死的 不要回來那種感覺 不是不要回來 回來了 但是他要死 好殘套 隨便一個退場才解決這個問題 你真的要隨便一個退場 不是喔 現在 之前就說三男兩女 隨便一個男 退場 就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三男四女 其實應該要一個女 退場才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不是 愛花 是不是愛花 應該說 是不是愛花 剛才他也說的 愛花的和亂根源 加上Akila 加上Akila 就可以了 不是 就是海神加入 四男四女 搞亂了 是的 如果 細訪中 和愛花在一起 細訪 細訪 四訪 那整件事 當然 但是你說 故事裡面 其實 第二季裡面 那個感情是 這次 主老拳 他依然在 阿光 和愛花身上 不愧是第一 第二試圖 其實 那個 關係 解決到 這個關係 是解決到 後面 後面 就是全部理順 其實 這個關係 其實很重要 如果阿光 不能夠和愛花 或者不能夠和美海 隨便一個 可以確定到 這個關係 阿千兆 是 不敢 因為阿千兆 其實是有點避害妄想症 說真的 他覺得 只得我一個幸福 是不行的 他經常覺得 虧欠到其他人 無論阿光 和阿耀 其他人 如果其他人 不能夠獲得 幸福之前 他自己是不應該 可以獲得 幸福的 就變成 好像之前說 他是唯一的叛徒 是的 剛才說 如果阿光 和愛花 或者美海 能夠成為一對 這段 解決了之後 夜人仔說的 其實有點不正好 對阿耀的那種 其實他不是虧欠的 其實他不是 他對阿耀的那種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 還不是虧欠 我意思是 他五年前虧欠了 他那種 其實他一直都沒有 甚麼 因為 找到幸福的定義 其實他是說 阿光和愛花 其實他沒有指定到 阿耀的 其實我覺得 不是感情上虧欠 純粹是五年前 那件事虧欠了阿耀 然後阿千笑 就可以和阿黃 踏出另一步 然後就可以令到阿耀死心 而眼耀死心 就是我們知道得出這個結論 就是他和沙遊 他和沙遊 在一起 其實整件事是 當然你說 最大的問題就是 前段裡面 外花和美海 還有阿光 這三個關係 其實都不是三個關係 其實 對阿光而言 他對美海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感情 他當他是一個妹妹 一個雜女 他本來應該也是 其實 本來也是 其實 但是經歷了五年後 變成同年齡 才會發生這種問題 是的 而且對他來說 也是他的初戀 也是美海的初戀 是的 所以 其實這段關係 其實沒有第一步 這段關係 其實沒有第一步 始終叫做什麼呢 愛花和美海 是有實力上的差異 不是 你不覺得第二部的主動權 全都在女國身上嗎 南國已經變成一個被動方 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全部第二季來講 發動攻勢的都是女方那邊 不是 阿光 其實阿光是發動了很直接的攻勢 他是兩度 三度向千少表白 第一度是 冰原那裏 冰原那裏 去找阿光 冰原那裏我不過叫表白 阿千少本真的不在 他不是叫表白 但是他跟阿光表白他喜歡阿千少 然後他有正面看著 也跟阿千少講 這個時候剛剛 我去到海底 因為他追到海 然後第二次 追到海 第三次就是在海濟前 然後再跟他說 我是喜歡你的 我是 這個人當然 這個人也有點自戀 他說 我呢 就確定你是喜歡我 不過我是不知道 怎樣令到你說你喜歡我 那種意思 就是 讀壞書 這些就是 沒有辦法 別人又英俊 他讀海洋學的原因 就是可能他想了解海底生物 最終你說在這個故事裡 唯一遺憾的角色 相信就是阿美海 美海這段的戀情其實是沒有開發結果的 其實是沒有 他還沒算輸的 我想 你也很理想主義 不是 那邊 他第二季做完整集 其實都 還是很安媚的 那邊 那邊 下的人說 遲下 阿愛發寫了之後 他又未忘了 可以再嫁給阿光 那就搞亂了 所以還沒輸得完 這樣 等了個五年 又重複他姐姐錯誤了 姐姐不是錯誤 姐姐叫最後的贏家 我才明白我們可以了 我先說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我還沒想到那麼遠 現在我也想到那麼遠 即是長期煮些水銀送給他吃 但他要很有耐性才行 讓阿愛發自己搞定 我自己看上去那個感覺 其實是叫做什麼 阿美開其實是叫做什麼 他是 放開了這種感情 他要是 即是說 他的初戀已經完結了 即是 我的case是這樣 不要緊要 他是後備軍的 他的同學 是他人形不關 還要一個人喜歡他 是的 有寫到有描寫 現在這件事 雖然他打得不多 他打後備才可以去表白 當所有主要角色都找到他的水泡的時候 這個海面就很風平浪靜 風平浪靜 反而不是變得風平浪靜 反而變得波濤洶湧 大家在這一套動畫裡面 其實最喜歡 我自己其實 對我來說 其實我真的最喜歡 是千兆和 那一隊 千兆的性格 可能夜人者覺得 略欠不足 但其實 我挺喜歡這個角色 由第一部開始到尾 我覺得這個角色 是比較吸引的 我覺得是 如果你說角色的話 我覺得千兆吸引 但我覺得是差一點 但第二個吸引 我覺得是美海挺吸引的 美海第二部那段是挺吸引的 雖然是很悲哀的 那段是很悲哀的 始終其實美海沒有 我之前才說 由被人塞 我還記得 他跟外科有個實力上的差距 我應該說經歷上的差距 對 這個我覺得反而是 應該說是 他輸了氣炮善的 這個一定 但這件事 正正這件事 你會 對觀眾 或者對故事的人物來說 他是知道這個差異 他不會因為太細微的差距 而在這裏培會 放棄 或者是在這裏籌處 究竟是否應該走這一步 或者退下一步 找另外一個 他不會有這種感覺 但他到後來 我欣賞他的決心 他找光在沙灘上表白完了 叫他重創他 那段是 那段是 有點痛心的 那段我覺得寫得不錯 就是這個角色的意義 尤馬呢 沒有說是愛花 你真是在做夢 美海 美海是女神 又是蘿莉石 又是少女的時代 我喜歡這次 你見到那個女生 達十八片的地步 加上第二部 她基本上都說 其實愛花是一個吉祥 你都覺得 她完全是不存在 和存在 沒有什麼分別的角色 那你又把吉祥放在你吃飯 然後拍照 那是一個愛花 愛花和美愛花 你不要這麼說 你覺得整個第二部的重心 也好 美海的推進力 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美海推進出來的 他有些代替了光以前的角色 行動力那方面 他反而沒有光那種猶疑 即是他想到那些東西 就去做 你過一段的直言 我喜歡鐵獸 我喜歡鐵獸 鐵獸 鐵獸 什麼鐵獸 船那些鐵獸 鐵獸 因為如果你說 以P.A.Work來講 就算你說 花開物語 仁義院有少許取態 就是他在那個構圖擺角色 始終他是小角色的故事 而且他很多時候 一些半身的key的位置 總之你欣賞背景 但問題是 因為人就沒有欣賞 不好意思 即是死文空 我不會叫他 我不會叫他 他去問這些 那麼感性的問題 我都以為他不會回答 不如你訪問一下鏡花 看看他有沒有看 我覺得他有看的 我很想知道他的選擇 你不用怕 是嗎 所以那個 先說一下 如果你說 就算看之前他其他作品 你會看到P.A.Work那套畫風 在人上是沒有分別的 但在背景方面 是用多個功夫 可能其實 其實 其實我覺得P.A.Work一向是 畫功 但在作品的難度上 又不會差很多 因為其實他鐵獸 只不過是噴Spray的效果 但是他整體而言 他那個背景 你感覺上 給你的效果 會好過過去 這幾年的其他作品 他累積了經驗 甚至有一點點over 你會覺得有少少 刺身海誠的感覺 但反過來也有個問題 他就走到另一個方向 為什麼我說他羅茲威爾 他的眼睛太大了 越來越大 大到好像太陽彈 你說他爸爸眼 每個都是 早期 正太人是大眼 OK算 他後面的眼睛 整體都是偏大的 但問題是什麼 如果你說大眼來講 另外一個是很大眼的 驚蛇做Key那些系列的人 那些眼睛通常都很大的 但問題是什麼呢 他們那邊本身的人設 人的樣子比較平板 但是這邊很有趣 他有時做到人的樣子很平板 有時又想做立體感出來 所以在那個距離和眼的大小 那個拿捏 有時那個變化會令你覺得很硬眼 這個是他那個作畫不穩定性 另外一個問題 除了畫面上 其實你說其實看見 真的有進步的 那個劇情的處理上 因為其實你尤其是看見 就是本身PAV其實是很多 這類叫做愛情小品元素的東西 那這套他主題 其實他之前有的 花開 天然 TallyTally 然後《真實之類》 最早期的《真實之類》 其實那時候 我記得我們說過 真的好黏 不是 我不知道是劇本的問題 我經常都說 PAV的畫是OK的 非常好 不是 我是指說劇情處理 他開始 我雖然不是經常說他 他可不可以接罰好些的劇本 你會見到最大的分別是甚麼呢 如果你說那些高行動力 沒有頭沒有腦的角色 他肚子都有 問題是他多了是直球角色 那件事變得沒有那麼黏 雖然都是長 那個串聯那個 其實 因為 無論之前《花開》也好 真實之類 那類型 其實是主線太弱了 主線弱到 其實主線是沒有主線 沒有主線 沒有主線 很簡單 他用兩次同樣都是海際的故事 去串聯 最終話 很簡單 他不需要去想太多不同的主線出來 兩次都用同樣的主線 但是用兩個不同的主線 其實這套 其實是把兩樣東西串聯在一起 兩個表現不同方式的故事 串聯在一起的感覺 其實給出來的效果就是 我又看到 是 見到是 那些角色 所謂的囚傳 其實他們被迫是 給個故事 時間線 去拉動他們 必須要去做決定 而不是你看到就是說 只不過是甚麼呢 現在第十集 繼續扭吧 繼續扭吧 二十集 咦差不多了 還有六集 可以收尾了 那種甚麼節奏 如果你知道 尤其是 在之前那類 我剛才說的那些 你知道未夠期 其實故事是一定會繼續拖下去的 不會見到一些爆點 而最少在今集裏面 無論就是 他們直線的表白也好 我最奇怪的就是 阿黃和千笑這一對都好 在每一個節奏裏面 就是說 有些進展的 你會覺得 那些進程 他們的感情是 有變化到 其實是有成長過的 經歷過 第一季中學階段 這些曖昧 沒有結果的戀情之後 第二季 那個步伐真的快很多 雖然作為一個 兩倍速體的人 其實是 好母子亞 講得大 我覺得 在兩倍速體的情況之下 我是好OK的 這裏很厲害 我告訴你 我真的 只是調了200%之後 我沒有動過那個速度 我只要繼續看下去 是的 但是我覺得 那個速度這樣看下去 我覺得 挺爽快的 真的 第二季 你應該快慢 我看了兩個星期 這些 功力上的差異 練習一下 我覺得是題材上的差異 不過第二季 他都用了首尾呼應 即是用船制同一個活動 來做尾 但是兩次的船制結果不同 一次就再難勝 一次就變成了good end 然後就是原來的童話故事 就是王子彤公主 永遠幸福快活 對生活 那種的 終於他的七個主力角色合作打敗這個海神 沒有打敗 海神放的 馬爹 不是 其實 整個好像是有很多不合理的 是的 有很多 就是說 如果說那些東西 就有人說 你這些是冷血的 你看這部電影 你是看劇理的嗎 所以其實 我都很著眼 就是我剛剛一直沒有說 任何劇理上的問題 不是的 如果你說不合理的話 五年前做一次海際 已經出了那麼多事 你五年前又還來一次海際 不要病 我已經特地不講這個問題了 你不要逼我說 很重要 還要有人理他 大哥 我們要評論動畫 我們不是只講他的優點 缺點都要講 你不如說 世間活日 人類滅亡 甚麼事都沒有最後 還要作為一個 因為海神改變之類 還要作為一個 Marine Researcher 一聽到感情的無限情感 你寫了那份這樣的 paper 別人又肯收 那份東西都應該倒閉 你老母 我不激動 不是啦 不是 那些研究經驗 我是不是很猶豫 真的要講的 首先就是剛才 野行者說 海際那件事 其實我早就已經想到這個問題了 因為我一看來 又搞第二次海際 即是說 你不居然再乱 不是 上次死那班海際人 對啦 這個就是我真的得出的 唯一的出路就是 沒有的 沒有的 上次 上次躺下的都是躺下海際人 那這次 你看到他們 那班人是聰明的 其實是 這次是 第二次船隻 我記得是集中在兩隻船 兩隻船上 他們上次是三隻船的 這次是聰明了 整件事 有甚麼事海人大型 驚一視 掌一視 而且你看到 金鑽兩隻船 看著來 五年後的海際 一隻船 那不如那些 點蠟燭送 蠟燭就算了 都是紫船 而跟著的 其實 有一個叫做 又是很抽象 沒有去怎樣解釋 不過你叫做 用感情 去理信這件事 就是 為甚麼 美海會出現 反祖現象 即是說 他會有 包衣 即是這件事 如果我解釋這件事 美海跟外花的近質 是相似的 現在他們面對的情況 是相似的 我純粹覺得 他們如果是海底人的後代 他會有這種特質 但不知道甚麼時候 會有蘇醒 那種 即是這種特質 當然你說 是為故事而存在 這個當然 只要故事 希望做到這一點 我有解釋 基本上 只要你海底人後代 回去海底游一次水就行了 你有沒有看整套 二十四、二十六集 一場游泳戲都沒有 你動畫來說 有海太太穿泳衣 我肯定 你也要泳衣 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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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游泳 不是 他們都沒有想過游泳這個 是浸死它 你要經歷這個死亡的體驗 然後你的念能力就會確醒 那我終於知道 為甚麼人會有那些 那些 浸豬籠 你籠陸上有東西 浸下去 而這件事 這件事是理順了一件事 如果用浸死這個概念去形容 是理順了一件事 海神陸上的女生 為甚麼下海後會不死 她是陸上人 她應該下海後會死 那你先不要理海神神不神通的問題 那她肯定是浸死了 即是second life 其實是經過重生的 那些是變種人 重生變成這個海底人 是的 重生再變成這個海底人 那你說 即是阿光的主局 那四人浸 其實一造影被人浸了豬籠 那他們是被浸 那些人生出來的 很復仇 這個要討論 豬籠彈彈彈的 海底人才有 又有陸地人的 這個不是雞仙還是蛋仙的問題 所以 我為甚麼一開頭 我竟是有陸地人浸了豬籠 先 因為海底人上了陸地做 這個是人類學的問題 值得給經緯研究 因為這個案子裡面 一開始說的就是陸地人和海上人結合 生出來的後代是一定沒有的 首先我們當這個禮物 海神是海底人 海神是神不是海底人 他是海底的神 海底的東西 海底人都是由他們開枝散月散出來的 海底人 他跟一個陸地的青苔 整在一起之後 理論上如果根據那個concept 海神是不會生出一些有褲衣的東西出來的 你說到滅中華壽司 你真理性去跟這個concept講 是說不通的 不過補充一下 鮑醫的叫Anna 其實他應該是想說羊水膜 因為那個英文字頭差不多 就是保護膜 對 對 那英文字在湯裡面都是水裡面的東西 其實保護膜真的可以在水裡面呼吸 對 你不要管那麼多 你又不是海底人 你浸死一次 你游泡衣的時候 是浸豬龍 不是浸死 最起碼 之後那兩件 美海和阿芳 他不是真的浸豬龍 他們是 我贊同有馬二講的那種 是接近海底村 他先Anna 才走出來 即劇情上 感覺這件事 才說得出 是比較合理 即是你說 究竟海神的憤怒 究竟是怎樣平息 其實是 其實他是沒有說過的 其實他是沒有正面回答過這個問題 捉了美海 做製品 他取代就是愛花 他之前躺在那個位置 那我發現那邊躺在那裡 沒有人躺在那裡 所以海神就是躺在那裡 原來是這樣 所以才會變 鄰神一直有說過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 好人躺在那裡 我都說 我由第一 我已經講了這個問題 其實海神就是一個 海神是發女瘟 不是 我知道 如果他要那件事躺在那裡 海神應該是一個女體性的粉絲 沒有關係 總之 我看了第一節 我都很努力 海神是發女瘟 然後我已經是不講這個問題 因為我懶得講這個問題 為了不破壞大家 對一個愛情故事的美好的印象 總之是發脾氣 一沒有就發脾氣 而那個case裡面 就是 即使他怎樣也好 海神的憤怒究竟是怎樣平息 我是真的解釋不到這個concept 其實是 最後其實他是沒有正面去回答 或者正面去告訴你 海神終於跟人類互相理解 就是沒有可能的 不要 港鐵薩拉出來 這件事 這件事是沒有可能 這裡沒有張粒子 整件事就是 因為你見到 他很明顯 他捉了阿美很久 就是想要一個 製品 海神殘留 即是他死了之後 他殘留的怨念 他是繼續執行這個 這樣的程座 總之海神是要條女 總之就算條女 不動他都要放在這裏 總之這個海神的憤怒 這個program 每一年就會有一次 總之他一直會有一次 但是你跟著就是無緣無故 怎樣 沒有啊 然後是突然間論上說 原來當然是這樣的 其實汪提哥 然後再 一年都一次 今年換一條新的女兒下去 夏年又換一條新的女兒下去 九年回來 你講到要換碳粉嗎 不是啊 你換了下去就救不上來 大哥 你一個陸上人 為什麼海底生活 你找海底幫忙救上來 上生日 每次都是被阿光救 之前你已經救走一件 現在 你又救走 是輪體嘛 海神也有對頭人 他是沒有去 叫做什麼呢 用一個很感動的愛情故事 他去包養 但他實際上很多時候 這些戲都是會這樣的 這類型的片都是 他最後是 是沒有解釋過 就算你捱上次波兒 那類型的case 他最後是沒有解釋過 這件事是怎樣 fix 他就說 總之他 fix 了 你不要理那麼多 你這麼多問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沒有人性 你有沒有看的 反問回你 你那個人性沒有神性 你不明白就算了 等於你看鐵達尼號 你是不會問 你是不會問 所有的愛情故事 裡面的 任何的細節 的合理性 就是說這段愛情 夠不夠浪漫 夠啊 可以浪漫 浪漫 什麼浪漫 大家找個木頭抱著 所以看下要沒有女兒 要的 前面 太理性了 當然 如果你再黑一點 其實最後 最後會不會是 海神 被光救回美海 是因為美海其實已經是沒有了喜歡人的心情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這件事是 我告訴你 應該是不會的 應該是因為 基本上他 原本的program 已經被破壞了 基本上 應該是不會 是沒有很正面說過 有沒有被破壞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你根據這個邏輯理論來說的話 這個case裡面 你會見到就是 美海上回水之後 其實他可以覺得 一大量東西 他好像完全沒有傷心的感覺 其實這傢伙可能已經出了問題 不是的 他做了一幕出來 你是誰 機緣 不會你是誰 他認識你的 當然 你說這個case裡面 如果在這個 那麼happy ending的故事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失去了 喜歡人的感情 眼睛會變成無神 好像愛花一樣 好像失神 好像壞掉了的眼神 會 真的沒有柴刀 所以 這是一個happy ending的故事 那些這樣的問題 你不要管 你不要管 你是不是冷血的 總之不重要 那我們說完一套 可歌可憂的愛情故事 其實我覺得是近年值得看的 這套東西 我也覺得值得看 就是PA works難得 終於撿回一個好的劇本 而且做出來的那個 感覺上都不差 我覺得值得看的 或者你真的偏一季版 雖然除了第一季 那個步伐比較黏少少之外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26集好像太多 多少少 20集這樣的長度 我覺得就應該合理了 而我最喜歡 反而你說 多配合那個feeling 是這些一個片尾曲 多於其他的 另外你配上畫面 還是只是那個片尾曲 只是那個片尾曲 那個片尾曲 我覺得那個頭段 我覺得OK的 你聽完整版OP2是很多的 我沒有聽完整版 我覺得完全是神經病 我覺得OP2 配上畫面是漂亮的 嗯 今集到這套 大家都是 我最後都提供了一個 不要理劇你的問題 你要用心去感受 你不是吃神 青春 所有觀眾 你應該拿出自己的青春 出來看這套東西 跟著去like 感受 今集時間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